国务院总理李强17日在南宁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李强表示 今年3月 习近平主席同理就共建中马命运共同体 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院同马方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 传承和深化世代友好 提升政治互信水平 加强发展战略对接 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落实好两国双元 东海岸铁路等中马合作旗舰项目 打造新能源 汽车 数字经济等合作新增长点 进一步加强人文交流 推动双方合作不断扩容体制 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也为地区稳定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安瓦尔表示 马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 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各领域合作 深化文明交流互建 打造更加强劲的马中关系 打造更加强劲的马赛